哪个岛最热 套中岛 嗨,我是饺子姐姐 欢迎来到童话套中岛 一起从童话故事里 发掘生活中的各种小知识吧 我们都套中岛更新哦 前面的小木偶皮诺丘 是意大利的故事 绿野仙宗是美国的故事 诶,已经有两格了耶 小易,你在几点哦 你想要哪一家的 不是啦,我是说 我们已经听了两个国家的经典故事啦 感觉我们可以用故事环游世界 对哦 小易的这个点子很棒耶 用故事来环游世界 认识各个地方 这个idea真的很不错 要是还能吃到当地美食的话 那就太好了 阿棠说到吃的 让我想起有一个故事的名字就很像食物耶 莫非是 陶太郎 这故事的名字好有趣哦 好像我在夏天很爱吃的桃子的感觉耶 陶太郎是日本家喻户晓的知名故事 有很多卡通都有融入这个故事 像是one piece 海贼王和哆啦A梦里 都有陶太郎的角色出现 哦,Friday我跟你说啊 现在那个叫做航海王 航海王也有出现哦 太酷了吧 真的好酷哦 不止哦 还有出游戏呢 陶太郎真的是日本大家都知道的经典故事 嗯 那我们今天就来说说 陶太郎这个故事吧 耶 从前从前 在日本某个很遥远的地方 住着一对老爷爷老奶奶 两个人都非常善良 但是到年纪一大把了 却一直没有小孩 有一天 老爷爷到山里砍柴 老奶奶到河边洗衣服的时候 突然看到 有一颗从上游飘下来的大桃子 哇 这颗大桃子真漂亮 吃起来应该也很好吃 我就把它带回家去吧 老奶奶从河里捞起了那颗大桃子 背回家去 没多久 老爷爷也从山上背着柴火回到家里来了 哇 这是什么 这桃子怎么这么大颗呀 看起来好像很好吃的样子 老爷爷和老奶奶都想着这颗桃子应该很好吃 所以就试着用菜刀在桃子上面画了一刀 这个时候啊 奇迹发生了 桃子竟然 啵的一声裂成了两半 然后就听到一阵响亮的哭声 在桃子里的竟然是一个健健康康的小男婴 哇 这真是把老爷爷和老奶奶吓了好大一跳啊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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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小男婴是从桃子里面蹦出来的 所以就将他命名为桃太郎 老爷爷和老奶奶非常珍惜 非常疼爱他 时间过得很快 桃太郎一眨眼就长大成了一位 利大无穷的男孩子了 他经常会帮忙做家事 也会到田里帮忙工作 是一位孝顺的开朗男孩子 因为桃太郎实在很喜欢自己的名字 所以他逢人就会先自我介绍 比方说他早上起床 嘿 我是桃太郎 父亲大人 母亲大人 早安 早安啊 桃太郎 还有到菜市场买菜 嘿 我是桃太郎 我要来买菜咯 哎呦 桃太郎 你今天也来抢特价哦 有本事就放马过来吧 嘿 你 这把空亲菜是我的 要收货 你走 甚至啊 是晚上睡觉之前 嘿 我是桃太郎 我现在要睡高高了 我爱大家 哎呦 吵死了 你晚上小时候 那小孩又被吵醒了啦 因为这样啊 所以村子里的每个人都认识他 有一天 桃太郎对老爷爷跟老奶奶说 嘿 我是桃太郎 怎么了 桃太郎 父亲大人 母亲大人 最近那些鬼怪常常来这里作乱 不但偷粮食 还偷钱又放火 大家都觉得非常困扰 我要去一趟鬼岛 赶走那些鬼怪 你既然这么有心 我们也很支持你去 但是对方是鬼怪啊 你千万不能大意 老爷爷为桃太郎做了一只写着 日本第一 象征勇气的旗子 让桃太郎带着 孩子 你可千万要小心我 而老奶奶则为桃太郎做了全日本最好吃的 吉备团子 路途遥远 这些团子你带在身上 肚子饿了 可以吃啊 好的 父亲大人 母亲大人 请多保证 我这就出发了 于是 桃太郎就带着日本第一的旗帜 和吉备团子往鬼岛出发了 在往鬼岛的路途中 桃太郎遇到了一只狗狗 汪汪 吸在你腰上的是什么东西呢 嘿 我是桃太郎 我腰上的这个 是全日本最好吃的吉备团子哦 你要去哪里呢 嘿 我是桃太郎 哦 是 我知道 嘿 我是桃太郎 呃 啊 汪 我是狗狗旺才 嗯 旺才你好 你为什么会叫旺才呢 主人帮我取的 那你的主人呢 哦 没关系 你不用说 明德难过 哦 不要误会 我是因为剧情需要 我没有被丢掉 哦 哦 话说回来 桃太郎 请问你要去哪里呢 嗯 我要去鬼岛 我要去狠狠地教训一下 恶鬼坏蛋们 哦 那你腰上的吉备团子 可以分我一个吗 如果你分给我一个 我愿意陪你一起去 并且听你的差遣 好啊 我很乐意 狗狗接受了一个吉备团子之后 便成为了桃太郎的家臣 他们进入森林 这一次啊 遇到了一只猴子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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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我是桃太郎 呃 我家少主都不知道你叫什么 所以你也要报上自己的名字 哦 我叫猴吉拉 嗯 猴吉拉您好 不是 我叫猴吉拉 猴吉拉 请问吉古拉 跟你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对不起 让我重新自我介绍一次 呃 你们好 我叫做猴吉 哦 陶太郎 请问你要去哪里啊 我要去鬼岛 我要去狠狠地教训一下恶鬼坏蛋们 那你腰上的吉备团子能分我一个吗 分给我一个的话 我可以帮你的忙陪你一起去 并且听你的差遣哦 嗯 好啊 我很乐意 猴子接受了一个吉备团子后 也成为了陶太郎的家臣 他们往前进入了草原之后 遇见了猴吉 呜 呜 现在你腰上的是什么东西呢 嘿 我是陶太郎 我腰上的这个 是全日本最好吃的吉备团子哦 陶太郎 你要去哪里呢 嘿 我是陶太郎 嗯 嘿 我是陶太郎 我已经知道你叫陶太郎了 嗦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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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名字很诗情话译,叫做想飞。 哦! 哦,对了,陶太郎,你要去哪里呢? 我要去鬼岛,我要去狠狠地教训一下恶鬼坏蛋们。 那,你腰上的几背团子能分我一个吗? 如果你分给我一个,我可以帮你的忙陪你一起去,并且听候你的差遣哦。 嗯,好啊,我很乐意。 至今接受了一个几背团子之后,也成为陶太郎的家臣了。 陶太郎一行人吃了日本第一的几背团子之后,愈发地振奋起来。 他们以鬼岛为目标,坐上船出航了。 哇,好紧张哦,不想到陶太郎他们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哎。 哈哈哈哈,对啊,对啊,真期待下一集的故事。 嗯,话说回来,几背团子是什么样的食物啊? 说到吃的,那就得问我啦。 几背是日本钢山的地名,团子是很像麻糬的食物。 几背团子呢,是日本钢山很有名的甜点哦。 哦,原来如此,阿当哥哥果然很了解美食。 当然啦。 而且啊,我有发现,陶太郎的同伴是猴子、鸡、还有狗。 奇怪了,为什么他不找更强的动物当同伴呢? 像是老虎啊,或是大金刚之类的。 哦,对啊,如果能梦幻一点,我觉得独角兽也不错耶。 哦,其实啊,这是有典故的哦。 我们常听到大家说天干地支,所谓的地支有十二个,也就是 我知道,也就是十二地支,分别是子、丑、银、卯、臣、四、五、未、生、有、虚、害。 没错,个别对应了十二生肖。 就是鼠、鸟、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 谢谢你,Friday。 所以就选择这三种动物来当正义的代表咯。 哦,对了,刚刚说到的东北丑银方位对应的生肖是牛跟老虎。 这也是为什么日本的恶鬼形象大多是头上长着牛角,还身穿虎皮兜当部的原因哦。 哦! 那我们这次的故事就在这里告一段落咯。 小朋友,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说的话,或者是特别喜欢故事里的哪一个部分,都欢迎来留言跟我们分享哦。 嗯,没错,我们一定会看哦。 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按摩